玛丽言论风波后,赵丽颖为第20条宣传影争议,网友质疑,配角不配宣传。 随着雨凤行大报,不仅让新云来,何宇以及王一瑶等配角知名度大增,也让男女主林更新和赵丽颖事业飞升。 尤其是林更新凭借神君行指一脚演技备受认可,据播后更是杂志,真人秀各种资源拿到手软,相比较之下赵丽颖则争议不断, 疑似遭玛丽内涵仪式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众所周知,赵丽颖有储乔传,知否以及雨凤行等大报剧加持,电视剧领域便是她的统治区, 但是到了电影圈,赵丽颖还是一个刚刚涉及的新人。 去年有幸受到张艺谋邀请参演第20条,饰演衙女好秀平一角, 虽然全程没有一个台词,但是单单凭借肢体语言和眼神就已经感动了无数观众。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角色足够具有代表作, 所以赵丽颖亚女一角在第20条宣传期,一直是主要宣传对象, 风头一度盖过了女主玛丽和高叶。 事实证明,赵丽颖号赵丽确实强大,第20条最终拿下超25亿的好票房, 相信不少观众都是冲着赵丽颖去看的。 要知道,赵丽颖作为第20条特邀主演,戏份其实不多, 番位也远不如雷佳音、玛丽,她能在聚宣期间全程跟着路演, 已经算是人至意尽。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近期张艺谋斜第20条参与电影大数据荣誉之夜, 玛丽、雷佳音、高叶以及刘耀文全员获奖,赵丽颖颗粒无收不说, 还疑似被玛丽内含爱营销。 虽然名眼人都看得出来,玛丽获奖敢言并没有点名赵丽颖, 但是依旧有很多人跟风黑,质疑赵丽颖因为人气高就抢玛丽的风透,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女主。 本以为随着时间过去,这件事会慢慢被淡忘, 谁知4月29日,赵丽颖安利第20条的视频一出, 又再次遭到了群嘲。 事情还得从第20条开始网播说起, 赵丽颖按照平台方的要求, 如约录制了一条安利视频,呼吁大家来看这个电影。 按照道理说,赵丽颖的与凤行刚刚大结局, 赵丽颖人气又高, 由她录制安利视频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平台方为了吸睛找她宣布无可厚非。 但是有不少网友闻讯赶来, 明确质疑赵丽颖又抢玛丽的风透, 喊话第20条是没有女主吗?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三番配角来宣传了? 有句话叫做人红是非多, 赵丽颖虽然是配角, 但是卖力营业本没错, 但是就因为她人气高, 影响力大, 就不能宣传自己的作品吗?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第20条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与台前幕后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息息相关, 赵丽颖虽是女配, 但是演技过关, 圈粉无数, 还用自己的人气帮这部剧宣传, 她对这部剧的付出不容磨灭。 更何况并不仅有赵丽颖录了安丽视频, 雷佳音, 玛丽也都录制了, 只不过没有登上热搜而已。 最后, 不管是现实职场还是娱乐圈, 想要立足都要用实力说话, 身为演员拿着超高片酬, 更应该用演技说话,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能分得清优烈。 最近, 有关赵丽颖的负面言论,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批评她为电影第20条宣传, 认为作为配角她不应该如此高调。 但这样的言论是不公平的, 忽略了赵丽颖作为演员, 多年来的努力和在业内的地位。 无论是现实中的工作场所, 还是娱乐圈, 要站稳脚跟, 需要的是实力, 而赵丽颖用她出色的演技证明了这一点。 赵丽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到如今片酬高昂的明星, 她一直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步走向成功。 她的演技是业内公认的优秀, 她凭借着扎实的表演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娱乐圈, 片酬是对演员能力和人气的直接反应。 赵丽颖作为一名片酬高昂的演员, 这表明她的价值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可。 观众能够辨别好的表演, 而赵丽颖的成功正是基于她多年来不断提升演技的努力。 她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都能展现出深刻的情感和真实的表现,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赞赏。 在这次言论风波中, 有人质疑赵丽颖作为配角是否有资格宣传第二十条。 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 演员的职责不仅是出演角色, 还包括为作品宣传和推广。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每个演员都有权为自己参与的作品宣传。 赵丽颖为第二十条宣传, 表明她对这部作品的投入和支持, 这并不值得嘲笑, 而是应该得到尊重。 作为一名演员, 赵丽颖的表现不仅仅在于演技, 还有她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 她在片场总是尽职尽责, 努力为每个角色注入生命力。 她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她的外貌和名气, 更因为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不断追求 卓越的精神。 因此, 当我们看到关于赵丽颖的负面言论时,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她多年来的努力和成就。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要在娱乐圈这样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靠的不仅是运气, 更是不断地努力和付出。 赵丽颖用她的实力说话, 用她的演技征服了观众的心, 这正是她能够站稳脚跟的原因。 总之, 赵丽颖作为一名演员, 她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 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努力和付出, 支持她为自己参与的作品宣传。 希望赵丽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取得成功,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用更加公正和客观的眼光看待她的成就, 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和支持。 你们觉得赵丽颖在第二十条中的表现怎么样? 观众调侃不停, 王一博现场被调戏到沉默不欲。 这两年王一博在演员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坚定了, 虽然她不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男演员, 但这几年入圈之后, 她的努力和成长是在大家的见证下了, 尤其是前两年接连拍摄了多部电影之后, 大家能够明显地感觉她的进步飞速。 前一段时间她主演的谍战题材的电视剧追风者已经圆满收官了, 在播出的过程中热度也非常高, 王一博本身就自带一定的流量, 因此她主演的作品数据比较好。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谍战剧要更考验演员的演技, 王一博将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 而且很多细节也把控得很好。 这一段时间王一博的演员粉应该都非常开心, 因为追风者收官之后, 很快王一博的电影《维和防暴队》也提上了日程, 这一段时间她与主令一位主演黄景瑜一直在为新电影宣传。 这部电影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这一段时间才开始预热宣传, 接下来的不久之后将会和大家见面。 这两年大家应该在大荧幕上看到王一博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她主演的《长空之王》、《无名》等电影都陆续搬到了荧幕上。 喜欢王一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对于这种场合她向来都是话很少的, 因为王一博一直走的就是比较高冷、酷酷的路线, 粉丝们也比较喜欢她这一点。 她每一次她在宣传新电影的录演过程中, 总是会遇到喜欢调戏她的粉丝, 近日在宣传过程中, 她竟然遇到了一位女粉丝的男朋友, 大胆地向自己发言。 从这位网友的言语中, 真的能够感受到她的女朋友是非常喜欢王一博的, 应该也是一位很合格的摩托姐姐。 而这位男观众也很大度, 对于女朋友追星的行为也是无条件的支持, 甚至在这样公开的场合还能够替她向王一博发言, 表达自己的喜欢。 在这个过程中, 王一博的表现也很好, 很热情地回应着粉丝的各种言论, 但一直到最后她还是忍不住沉默了。 在结尾的时候, 这位男粉丝突然询问王一博, 自己的女朋友最喜欢吃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王一博也是很猛的, 甚至还反问道, 你的女朋友我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知道岂不是就出问题了? 这样的回应风格真的很像王一博,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王一博这几年很少参加娱乐性的综艺节目, 因为在一些场合下他确实不太喜欢过度的搞笑。 没想到的是, 这位男观众给出的回答竟然是一句土味情话, 听到这里, 王一博的表情显得非常的不自然, 或许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他大概也很难听到土味情话, 而且这也不符合他高冷又酷的人设。 从他这一次宣传的情况, 也能够看出王一博最近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一部新电影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他合作的黄景瑜对这一类题材驾轻就熟, 相信与前辈艺人的合作过程中, 他也能学习到很多, 期待这部新电影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 王一博, 这位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年轻明星, 不仅在音乐、舞蹈和综艺领域表现出色, 如今他在电影行业也开始崭露头角。 最近的电影宣传活动中, 现场观众的热情如火如荼, 而王一博因为观众的调戏而一度陷入沉默, 这个意外的瞬间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形象, 反而凸显了他稳重的一面。 从这次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 王一博在处理突发事件和现场互动时, 展现出了卓越的应变能力。 虽然面对观众的调侃和玩笑, 他选择了沉默, 但这份沉稳与冷静让人感受到他的成熟与镇定。 作为一名被受瞩目的年轻艺人, 王一博能够在如此热烈的环境中保持冷静, 展现出了他的职业素养和风度。 王一博的粉丝基础极为庞大, 而他的成功不仅来自于他出色的才华, 更在于他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 他早已是业内公认的顶级艺人, 而这次新电影的宣传活动, 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影视领域的新尝试。 他在电影中的表现备受期待, 而这种全新的挑战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王一博的电影宣传活动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关注, 与他的人气和影响力密不可分。 他在活动中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语都能够引发粉丝的热烈反应。 这种热情不仅体现了他在娱乐圈的地位, 更说明了他的魅力已经深入人心。 他的表现不仅得到了粉丝的支持, 更是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这次电影宣传活动中, 王一博面对观众的调侃能够从容应对, 说明他不仅具备优秀的才华, 还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他没有因为外界的热烈反应而失去自我, 而是保持冷静和稳重。 这种品质对于一位年轻艺人来说尤为珍贵, 他展现了他的成熟和内在力量。 对于王一博而言, 这部新电影是他职业生涯的一次全新尝试。 我们可以期待他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 因为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才华和努力。 无论是在音乐、舞蹈还是电影领域, 王一博总能以卓越的表现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这次活动中的沉默可能是一个小插区, 但他让我们更加看到王一博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稳重和冷静。 他的成功不仅在于他在舞台上的表现, 更在于他在各种情况下的从容应对。 这种品质将帮助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多的成功。 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一博在这部新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也期待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展现出色的才华。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 他都能够用实力和冷静的心态来迎接。 相信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与精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